世界光人最强的隋朝为什么会灭亡 有人说是因为阳光婚姻无道民不聊生 然而通过数据对比 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隋朝大业时期全国人口达到5000万 而藏朝最鼎盛的开源盛世 人口不过只有4100万 藏朝建立了20多年 仓库里还有隋朝时期留下的粮食 甚至有人说中唐一朝胜不起隋 那么如此常常的隋朝 为何会迅速走向灭亡呢 其实隋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得罪了自己的大股东 也就是陈云县先生所说的观众集团 观众集团聚合了关中与陵西的无看精英 从北都到隋唐三朝 统治者都出自这个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朝在的兄弟不过是人家内部的权力交接 皇帝与观众集团的关系 更像是西游与古东之间的关系 杨坚能夺起政权正是靠着观众集团的支持 但皇权要发展就必须摆脱观众集团的束缚 从才大略的隋阳帝继位后 便开始逐步摆脱观众集团 已经起了观众集团的不满 所以他们将看着更老实的李渊推上了台 然而推翻随少的唐朝却继承了隋阳帝的遗志 之后唐经历三代 直到武则边时代 观众集团终于吹出了历史文台